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美国收盘节目 我是贝三宁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4年5月12号星期一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大盘的距离情况 美国股市在本周第一个交易日 今早高开 午后大盘继续一路上扬 道主创下盘中 新高纪录 标普把指数也一度逼近历史最高收盘点位 今天科技股大幅反弹 多只小型股领涨大盘 中国的新资本市场改革方案 提振了市场情绪 也令投资人暂时忽视了 乌克兰局势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交易量上有交所周四交易量换手为3.90亿 纳萨克周四交易量换手为14亿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三大估值的具体收盘点位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上涨112.13点 报收16695.47点 涨幅0.68% 标普把指数今天上涨18.17点 报收1896.65点 涨幅0.97% 纳萨克中和指数今天上涨71.99点 报收4143.86点 涨1.77% 盘面上非必需消费品 医疗保健 工业 科技和材料板块今天表现强势 而走入的板块则包括必需消费品 能源 电信服务 和公用事业板块 经济数据方面市场今天主要关注美国联邦财政预算数据 根据财政部周一下午公布的消息 4月的财政年余比去年减少了5% 除此以外今天美国国内企业面和经济面均无重要数据 可供投资人判断市场走向 于是投资者将目光投向亚洲和欧洲市场 继续关注乌克兰局势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以及欧元区通货紧缩等等可能带来的风险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各股情况 石油概念股EOS Petro交易代码EOPG 在半年内上涨超过140% 表现远超大盘 虽然EOPG目前正在构筑头肩底形态 处于突破后的高位震荡中 但今日石油开采方面传来的重大利好消息 很有可能刺激EOPG打破震荡格局 实现继续上涨 公司近日宣布EOPG最近完成了第三钻井恢复运营 产量就达到了每天140桶 其他钻井工程将于2014年6月开工 此外公司的转板概念也将持续作用于EOPG 为上涨进一步提供动能 最后公司消息方面 今天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其在线商店将调整退款时间 之后网络用户退货后的退款时间 可以缩减一半 虽然这是苹果运营计划中的一小步 但却是吸引更多客户 从苹果网站直接购买商品的关键一步 据报道 因为召回260万辆汽车 而陷入公关危机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如今又遇到另一个形象问题 根据美国一项对主要汽车供应商的调查 通用汽车被供应商选为最为糟糕的客户 而日本日产汽车 在周一表示 尽管日元皮软抵消了一些海外厂的销量 但该汽车商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 还是有了4.8%的同比增长 日产汽车预计 日产在中国和美国等市场的销量 都将较为强劲 2014年财年的前景预测良好 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当地时间 5月12日表示 将启动一项股份回购计划 回购金额最高将达到40亿欧元 上述股票回购计划 在去年11月就已决定 而后由于西门子公司起草重组计划 为追赶其他竞争对手 该股票回购计划曾被暂时搁置 西门子公司表示 至2015年10月31日 西门子将回购总计 4780万份股份 西门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回购股票的目的是为了向公司员工 关联企业董事会 以及西门子公司董事会成员发股 并降低企业的资本储备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美股收盘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